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联办大楼外的国徽面对着冲击 印常固迹 去年今夜大批穿着白衣的人在元朗追打市民 999报案中心的电话响过不停 但最终都避免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第一年后的今日我们的同事彭德章再次去到元朗 跟彭德章聊一下 彭德章现在现场的情况是怎样 现在我就在元朗Yoho Mall这个商场里面 其实今天市民响应网上的号召 就是711周年说要揽炒白色行动 其实刚刚6点左右 大概就是100人在商场聚集 但6点半开始防暴警察入了商场 为数都比较多人 商铺可能都知道情况会比较混乱 到立刻删斥就不再做生意了 现场都看到警察拉起了一些橙色的胶带 在现场都维持秩序 也都折查过十几位市民去看他们的随身物品 期间都是试过有混乱的情况出现 警察也都是一度举起紫色的旗 警告在场的人士是有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 在警察现场一直都有用广播 就是警告现场如果是超过4人的群组聚集 可能会受到限聚令的票控 而商场也都有做广播 现场情况现在暂时可能都稳定下来 跟大家谈到这里 721事件一年 到现在有37人被捕 这个数字近8个月以来没有变过 警方就强调一直涉而不舍地调查 当晚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 社会到现在都还在讨论 其中一样是 为何元朗会出现无警执法时分 当日最先出现 有数以百计的白衣人聚集 在凤游北加一带 之后就扩展到路程约5分钟的元朗西铁站 还进入车站和列车里面 最后他们集结在南边围 距离这一带最近的警署 就是50分钟的路程不用的元朗警署 我们尝试整合过去一年来 警方交代过的公开资料 和监警会的报告 看看当时元朗的警力是怎样分布 不少迹象显示 这一场集击不是突然发生的 监警会的报告就说 在事发之前的大约6天 已经有网上消息说 721元朗可能会有冲突 当时警方因应连长的反修例示威 在时任副处长邓炳强领导之下 展开了踏浪者行动 各个警区都要上缴人手去应付 不过因应这些情报 管轄元朗的新界北总区总部 就在18、19号的时候 要求警察总部的指挥及控制中心 在721调动人手入去元朗 应付可能会出现的冲突 不过总部的评估就是 他们认为元朗发生的重大冲突风险比较低 是拒绝了这个要求 看2018年的警察人数推算 平均每242个香港人就有1个警察 根据2018年的警方年报 管轄元朗区的新界北总区 有4786个警察 当中有999个军装和刑事部警察 住手在包埋北、白乡和天水围的元朗警区 根据监警会报告 警方说元朗警区在721抽走142人 即是粗略计一计 元朗警区编制上还有857个人 不过根据监警会报告 警方说当日整个元朗警区 只有209个人 即是只占编制上的四分之一 是负责警务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日元朗的警力少 但警方也有成立到特别小队 以防万一 当时是有行动室负责指挥 和看整体的情况 对落就有五个小队 加上也有153人 包括负责初步的调查罪案 便衣的监察 暗中核实举报 还有港铁的哨站 以及快速认变部队 值得一提的监警会的报告 里面强调 这么多组里面 只得快速认变部队的70个军装 是有能力应付到 中等程度的暴力事件 有了情报 虽然总部拒绝增援 但警方在元朗也有应对准备 为什么当晚也阻止不了这场襲击 去年警方这样解释过 当日在6点钟 也开始了一个 在元朗是一个行动指挥中心 去应对当晚的情况 如果我们早点调配人手 资源可以再快点 加快点时间 可能会阻止到一些事件的恶化 原来行动室在当晚6点 已经因为有大量市民举报 白衣人聚集 而启动了他们的工作 当晚第一宗的襲击 在大约9点发生 这三个小时内 行动组是做过什么呢 我们看回6点前已经是有人报警了 行动室就在接近8点至9点之间 有5次负责暗中核实举报的刑事应变小队 去到奉由北加一带去看过 小队汇报 只见到有白衣人聚集 但没有破坏社会看灵或犯罪行为 行动室就决定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 而奉由北加一带白路电视影到的警车 有三次经过见到有白衣人聚集 但没有警员下车 都是因为同一个理由 行动组说不需要行动 但属于上级的新界北总区 其实同样在8点至9点这段时间 要求过警察总部指挥及控制中心 调动额外资源去元朗 一个小时内有三次联络 但总部坚持拒绝 为要以港岛的部署为首要 去到9点之后 凤由北加一出现 市民被追打、袭击 10点之后白衣人追打去到西铁站 10点半之后 还入到车站和车厢里面 10点42分元朗站里面的警方哨站 汇报说见到有30人持棍 在七铁站的出口聚集 港车也有报警 5分钟之后 有三个军章到现场 说见不到有人打斗 即是见到白衣人情绪激动 人太多 所以行动组就叫他们先撤退 但这个时候 车站里面的乘客是不断受到袭击 到了11点15分 有能力去处理到中等暴力事件的 快速应变部队终于出现 但当时襲击已经完了 监警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说襲击事件在此前的一分钟 即是11时14分 竟然结束 快速应变部队逗留了大约半个小时后 就离开了车站 监警会的报告说 他们亦都看不到有任何暴力事件 带着应变部队的八乡指挥官李汉文 成为了当晚第一个 和公众交代事件的警方代表 根据监警会报告 行动室先后两次指示快速应变部队 之后要在西铁站附近高调巡逻 但他们没有听到指示 西铁站亦都之后发生了第二轮的襲击 凌晨过后 白衣人聚集在西铁站附近的南边围 警察总部亦都在凌晨1点钟 吊派了500个警力到场 警方在监警会的报告中就解释 因为去到晚上11点打后 看新闻直播才知道元朗站有事发生 警方流到清晨5点多 但是没有人被捕 如果在身上发觉有攻击性武器 我们会迹藏了一个拘捕 但是刚才当时我们无论哪个阵营 我都不见他们是有抓攻击性武器的 刑事的同事下来 是不见有任何人抓攻击性武器的 这件事我要很明确告诉你 撇除这件事的因由 在早有消息流出和市民多番举报之下 新界北总区总部在事前和当日 先后多次要求总部增援 增加警力给元朗 但是都被拒绝 是否做错决定 又是谁做这个决定的呢 襲击事件已经大规模地出现的时候 为什么不同时间巡视的警员 又会不弱而同地 都会有同一个观察 说没有暴力的呢 整个警方行动里面 有没有人要问责呢 另外我们就向警方查询过这一系列的问题 警方就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一直密切留意着 区内的情况和罪案的趋势 说会灵活调配人手 不便公开细节地说 此与联署就说 就着元朗721事件 已经在去年8月 成立了由首席调查主任 带领的特别调查小组 专责调查事件 但现阶段就不适宜评论 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襲击 元朗人一直都希望知道当日的真相 彭德章现在找来 元朗区议会主席王伟然 交给你和他聊 现在身边有元朗区议会的主席王伟然 今天721周年都知道你特意来视察 你有什么观察 或者其实可能区议会 这大半年的工作是怎么跟进721这件事 其实每个月的21号呢 我们都有一班议员是来到现场这一处 或者西铁站那一处呢 是看一下 那些防暴有没有濫权啊 濫捕啊这样 那当然 政府和警察一路都不肯去面对721的事件 他们都不想找出这个真相 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去面对这个警黑勾结的真相 我们区议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但是很可惜的呢 就是整个政府 还有呢 是警察呢 是完全和我们是不合作的 是一个是全面的对抗的 譬如 他说我们的职权范围不合乎这个区议会条例 不会派秘书服务 不会借场地 不会有官员七席 那以至到我们呢 是半年都开不了会 但可能过往 就是警务处署长邓炳强都有亲自来过区议会 又或者他们多个场合都解释过有关721事件 你们对他们的说法满不满意 之后怎样跟进 绝对不满意 正如我说他们根本不想面对这个问题 也都不想找出真相 但我们想找出真相 邓炳强来也好 他都说呢 因为监警会在调查中 不想影响监警会 又因为呢 就是有一些案件在法庭审 所以也都不想讲得太多 其实就是避个问题 根本不影响我们区议会 对于事实那个的讨论 这个就是整个政府和监警会 整个政府和警方呢 是不肯去面对这个问题 和你聊到这里暂时 其实今天下午呢 我都和一些元朗的街坊 和一个曾经在去年721被820人 襲击的青年聊过的 一起看看他们怎么说 可能日常生活都会有些避忌 或者出街的时候 尤其是可能逢21号 可能都会想安全一点 早点回来 现在因为那个疫情 那些人就好像淡了一点 很不开心 就是为什么在自己的社区里面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还有也都看到就是很没公理 去年721当晚 张先生刚刚在元朗西铁站 吃完饭打算搭车回天水围家 谁知道自己被襲击 十个八个不断围住来疯 捉住我来打 脚都很明显的 头那些有些瘀痕的 其实都有些少少拆损 背脊比较严重 因为我保护自己的头 手这里都是爆开了的 又乱了针 件事过了一年 他依然记得 当时一直见不到警察 最后要走入类似站备 就是一个西铁站 在这里发生过这么严重的事件 我很希望有人会记得这件事 因为人我觉得 如果真的忘记了 到最后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后 或者又有发生过这件事 就会觉得自己 为什么当初没有做过那些事呢 阿乐是元朗一间眼镜店职员 去年721元朗襲击事件之后 他形容元朗好像死成一样 生意一落千丈 他说大部分居民 都不会再提当晚的事 但他自己 就对警察印象完全改观 我们继续跟区议会主席王伟然谈一谈 我知道你88年开始做议员到现在 一直跟元朗的关系都比较密切 有没有说其实721事件之后 对元朗的印象有影响 我想对元朗的印象没有影响 但对警察的印象 对政府的印象 就很大影响了 事实上721这个事件是赤裸裸一次的警黑勾结 你政府怎样去不承认 怎样去否认 怎样去掩盖呢 我相信这个事实都没有办法去磨灭的 这个也是整个元朗 以至到香港人心目中一个很深的落刃 所以如果政府和警方不肯去面对真相 不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去查明这个事件的真相 我相信元朗的居民 香港的市民是不会放弃继续去追查这个真相 始终区议会的职能就是去反映一些区内的意见 给政府听 或者其实日后可能很多事都要跟警方合作 就是现在你感觉上居民有什么的看法 或者未来和政府合作可以怎么继续下去 区议会一直我们由一月开会 我们都强调我们愿意和政府部门合作 只要政府部门不采取对抗的大途 但现在反过来就是我们区议会 想做多些地区的事务 想是就着一些的政策 就着一些的措施去加讨论 政府不和我们合作 例如不派官员出席 例如说我们是超越职权范围 甚至乎去阻劳我们一些民生问题 我举个例子 我们区议会想买口罩半年了 民政事务专员之多阻劳 就算我们找到一些资源团体帮他们买 他都走去恐吓他们 知道明白了 谢谢王老师 其实香港其他人都对721有些意见 甚至可能因为这件事有打算过移民 一起看看他们的心声 三运的时候 我那时候 我都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你来争取你的民主 我有我的工作生活 721元后事件 这个是一个转捏点 你会觉得不是可以继续留的地方 他发名阿伟 爸爸退休前是纪律部队人员 97年前一家人有居英权 他将会在九月移民英国 不过担心身份曝光 会影响移民过程和家人安全 因为这一刻国安法立了 英国政府都说给公英权的朋友 可以拿到英国的居住权 但是你看到外交部那边 都反感很大 我们很担心 会不会被他们 透露了我们的身份之后 可能不能出境 我有其他家人会在香港生活 都担心可能对家人的生活 都会有影响 阿伟玉科开始在英国读书、工作 足足留了十年 直到2008年 他觉得华人在当地的发展有限 决定回香港 其实我工作的那几年 我一直在做文职 就是做文员 在英国工作 说没有其事就骗你 晋升的话 一定是当地白人先 然后他们会考虑升黑人 再想升印度人 最后才会考虑中国人 没有想过回去 我是把英国的所有东西 都寄回香港 打算重新在香港 建立自己的事业 回香港之后 他从事金融行业 发展顺利 做了爸爸 从小在纪律部队家庭成长 他说自己没有强烈的政治立场 触罚他决心放弃香港一切 再移民回英国的 是一年前的721事件 我记得7月21日 我们看完新闻 我都没什么 22日我和太太 出去吃晚饭 我看着电视报的新闻 看着21日发生的事情 我坐在餐厅里哭了很久 我太太看什么事 我认识的地方不是这样 这个不是我认识的香港 他就走了 当日发生的事 你会看到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到警察掉头走 看到那些人可以在地铁上 不断打人 而没有人来 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我经常以为这些事情 只会在敘利亚、北韩会发生 阿伟说 他预认了这次再去英国 不会找到高薪厚职 推动他的 是爸爸的一句说话 我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你走 你就算这代不走 你下一代也应该要走 这个地方 已经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香港 他宁愿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的孙子就是我的小朋友 做一个有灵魂的人 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 也不宁愿留在这里 面对的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压迫 什么的迫白 所以他们都很支持我们 离开香港要决定 过去一年 移民再次成为不少香港人 茶余饭后的话题 但是真正好像阿伟那样 全家离开香港的又有多少呢 政府没有香港人移民其他国家的 直接统计数字 不过根据保安局估算 2019年有7000个香港居民移居外地 至于职金局的资料就显示 由2016年开始到2019年 以永久胜地离开香港做理由 申请提早拿回强积金的 每年都有超过3万宗 但是这个数据 包括要回去原居地的外来人口 加上不少人拥有多过一个强积金帐户 所以申请中数也不等于人数 许大卫是移民顾问 他说近年不少查询 都是如何以低门栏 去取得其他国家的护照旁身 包括东南亚和欧洲国家 移民的地方大家越来越远 也越来越习 就不是传统英美澳家 也会有些叫新兴的地方 他们会考虑 甚至我们做欧洲的 有些人去到保加利亚都会申请 做一个移民潮 那些人真是真移民 但是因为其实那个经验来说 历史说出来 你去到一些地方 第一你未必一定适应 第二可能在当地 你认为银食来说 也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时也会出现 一些叫回流的人回来 所以其实综合这么多年的 以前的历史经验来说 可能现在的人更加倾向 不如我去一些地方 当是一个保险 未必真的移民不移居 究竟是否真的多了香港人移民呢 以台湾为例 2016至2018年间 每年申请台湾居留许可的 大约有四千人 2019年增加到五千八百多人 一年间增幅超过四成 申请定居许可的人数 也在一年内多了三成半 许大卫说 通常真正打算移民的 都是等到想去的国家 收紧移民政策 就会赶踏尾班车申请 所谓尾班车 通常人们都愿意去做决定的原因 因为你不做 下一个阶段 可能你这一刻是有条件 下一刻已经不够条件做 据个例子就是去年英国 美国和美国的投资移民都收紧了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收紧的收紧过程 真的会有些客人立定决心去做 刚刚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 也出了消息就是暂时停到年底 所以其实政策真的多变 因为他觉得某个时间 可能我们俗称叫收购仇 那国家先停一停 对于没有足够资金和技术 但是又想移民的香港人 就特别关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的消息 夫姨有英籍 上年11月申请老公和一对子女 去英国定居 他有个网站分享移民生活 自从BNO拍了版后 查询的量差距双 什么专业轮士都有 他们有些是我认识的 有好像我做自己的学校 即使有问 引擎有问 甚至有些做装修的 做水电的 剪头发的 教书的 问的问题和方法 你感觉到大家是密集了很多 好像现在想下个星期 就买机票飞过来 移民后怎么维生 是很多人的问题 在香港做建筑师的夫姨说 香港专业人士移民之后 的确比较难做回老本行 例如我这个职司委 我们香港是香港建筑师学会的牌照 你过去英国 它叫RIBA 他们这两个牌照就不对比 即是说我没有交易过来 可以照叫自己做建筑师 第二就是钱 你可能在找10万 那边最少低三分之一 和英国的打税是重的 所以他抽了那些税 但是变成你又可以调整地想 我少了钱 但是我多了时间 但是如果家人看 或者我想再做另外一些生意 另外一些兴趣 其实我是弹性很多的 而居英国半年 夫姨说不觉得当地有排华情况 当地人对于香港发生的事 也都有兴趣 我不觉得他因为我是黑头发和皮肤 而对我 是有另外一种偏见 反而他们是很有兴趣 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 你移民呢 我都会建议大家 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 整天都想着自己有后臀 可以退的话 过来 有什么不顺眼 你就很容易会放弃 721事件当晚的细节 今天再成为社会焦点 还包括警方 在这一年来的拘捕行动 认人程序等等 不过警方一再重塞 他们十分重视这宗案 明白公众的关注 不过调查还在进行 不适宜透露太多 又说时机成熟 就会有进一步的拘捕行动 今天我们都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